大家好,我是混水,欢迎留言分享,comment,like,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 还有一些经济学的知识的话,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30万的免息分期个人理财信用卡裁技已经成为了过去 最新是已经可以去到52万或以上的超级裁技 除了可以立即帮大家免息分期,可以拿到这52万的流动资金之外 也都有其中的15万是可以好像永续机那样择住数,不需要立即去找数 这种的52万财技是在现在经济更加困难,甚至乎河洞潮发生的势度 是可以帮助到更加多人去度过经济难关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更加多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唱和打赏服务,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今天都是想针对着港股的市况再讲多些 因为夜期就跌了五百多点,我就觉得夜期的回调是一个挺健康的迹象 你要想一下,我们是突然之间是由17000点的相对低位 当然今年是见过更加低的低位,但是大概是17000点左右 一声就去到21000了 而这个的升幅是一个星期内就完成了 所以换言之是升得很急的 那你升得太急,有一个基本的回调呢 那我觉得是make sense的 那现在亦都是一个相对健康的状况 你无可能每一天都不断升的嘛 那我们都已经连升了四五天了 那有几天去喘息一下,休息一下 反而是更加健康的 因为你要走更加长的路 那今次中国对于旧市的那个力度是跟以前不同的 所以我也都expect这个炒作大概是两个月左右 那两个月我会衡量有几个因素的 就是因为今次的炒作是有大成交的配合 那以前都曾经试过有几千亿的成交一下冲上去 就是08年那时候是港股值通车的炒作 那港股值通车的那个浪的炒作大概是两个多月 那所以我对比之前的那种炒作 那我觉得市场可能是觉得见底的 恢复信心的、兴奋的 那大概是两个多月 你不会无止境这样炒上去的 它不会说炒作到两三年的 我觉得它和美股的那个状况不像 因为升得很急 其实一只万牛是会是比较健康一些的 那但是现在就不是万牛 是一只几快的快牛 它升得太急 那所以就可能也都很快玩完 那还有一个轻微的回调 那才可以未来走得好一些 那我就有一个初步上面的看法 那现在怎么都好 正如我之前都说过 就算你多不喜欢中国经济 你多看淡香港这个地方 我都看淡的 长远我都看淡的 我都觉得香港和中国的基本因素 又或者一些结构性的因素 是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是没得去逆转的 那但是现在是印银子 印银子呢 就是人费因素 就是货币政策因素 货币政策呢 是有机会会改善到实体经济的 轻微的改善呢 多少都是会有的 但是实体经济的反应呢 是永远迟些的 那你可能现在最先行的 一定是股市 因为股市是一个领先指标 Leading Indicator 经济数据一定是会滞后的 那所以经济的东西呢 是会滞后才反映到出来的 那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呢 在两边放水的情况之下 美国又减息啦 中国又减息加旧市的前设之下呢 你一定要有一些流动性的资产 你可以买金啦 你可以买美股啦 可以买港股啦 A股啦 加密货品啦 全部都买得 但是只不过呢 我是觉得港股和A股呢 真的这几年跌得太便宜啦 所以呢 就补多一点点啦 那我也都不是马后跑的 因为我本身就真的整仓都是港股啦 如果你有订阅我的Fortune Insign Prime的时候 你都见到呢 这一盘我一直都一直炒 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 是这样炒的 每一天都在找钱的 就是当然不是很厉害啦 是因为市况真是印银子 是令到那些人找到钱嘛 所以呢 就大家这段时间 一定是要多一些Beta类的股份 就是一些和市场相关系数高一点的股份 去追一追那个回报 是不理性的 绝对是不理性的 印银子一定是人为的 但是我们作为投资者 我不是和市场斗戏嘛 那市场如果所有的数据 又或者人为因素 都是硬要做上去的话 那我都是投机去吃这一浪而已 我不会长线投资港股 或者长线投资A股的嘛 我很明白 我现在见到的一个炒项 大概是两三个月左右而已 那两三个月之后再review 那至少这两三个月 我是有一个mindset就是投机的 那投机的mindset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转身快了 那我们今次见到它升得厉害 大成交配合 国策支持 救市 放水 人行出手 去进去买股票 等等这些因素 你不要和市场斗戏 就算你孤立港股 孤立A股你不买都OK的 因为我都没有买A股 我只是有买一些中概股而已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我又有买了 你可以看回我Fortune Insight Prime的仓 香港上市的中概股 我都有买了 所以我都是 就是 买港股为主 A股我都没有买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斗气 你买了 就是乱去划算A股 或者你乱去划算港股 你沽空 或者是你用期权的操作 或者是一些衍生工具的操作 看淡港股和A股的话 是很危险的 就是因为 现在是人为式 炒上去 那当然那个人位就两三个月 如果他可以升得没那么急,是一只慢牛的话 那牛市是可以相对地延续好一点 我说现在这个牛市不代表我看淡中国实体经济 只不过因为他这么制印银子,这个是个资金市 资金从来都是聪明的,所以才会有一个这样的炒状 那这一道,Please don't get me wrong,因为我见到有很多的留言 都会在那里宣说中国经济,或者宣这个香港经济 你可以继续宣的,我都宣的,我不是长线看,我短线玩而已 那短线不就有短线的操作,长线有长线的操作 我吃完这一股,我就不会再玩了 但是这一股你怎么都要吃的,精鱼 我一直在我的片尾那里都有说 我说今年是一个最后的机会窗户 我说了整年了,今年还有一个机会窗户 那什么时候发生,我不知道 那我完全是想不到就是9月发生 那这个机会窗户是真的会有 就是因为很难有一个市场呢 在一个成熟经济大衰三年 那结果在三年最后的这个第三季的时候 就真的有一个炒作 那这个部分大家是要看着来看的 你要不要灭瘦藥,也不要硬硬去对赌,去途回转 你可以不理整件事 你说我很恨中国,很恨香港,很恨大陆 你可以不理市场,但你不要沽回头 你一沽回头的话,你很大件事 因为现在它就是用银纸去反地心级力去托 当然这一件事是不健康 但是没办法,别人是这样做,我们都是这样赌的 这个分得清楚就是可能你很喜欢,好像足球那样 你很喜欢曼联的,或者你很喜欢利物浦的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能长在到曼联或者利物浦呢? 就是那个胜率和你喜不喜欢那样东西,你要分开 直播率就是还直播率,是科学计算的 你喜不喜欢那一个市况,就是主观愿望 一定要分得清楚,我们这些做投资者的,做投资的 或者这一转我们当投机式炒作的,我们是分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部分就轻轻和大家交代一下 至于操作方面,我觉得是要选择多些Beta类的股份 什么叫Beta呢?有Beta有Alpha Alpha就是一些绝对性的回报 比如好像我以前炒开的那种叫做Event Driven Approach 就是我们是估计一些企业的信息,一些消息,然后去做一个炒作的 那这些我们追求的是绝对性回报 因为它可以是不跟市况的,就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消息一出的话 那么就会暴升了 那譬如好像新世界这样,它有Alpha又有Beta 那它Beta的部分就是因为它始终都是恒指上面的成份股 有权重股的那个特性 所以它多少和大市都是有一定的相关系数的 但是譬如因为最近也都会换了管理层 也都将启德体育员这个负资产又脱出去 去找母公司吸收购给母公司吃饭 那这些都是帮新世界洗干净那只行 洗干净一家上市公司的一些财技的操作 那这些的出售行为,Disposal行为 就是拼购带出来的一些Event Driven的效果 所以其实它有Alpha,亦都有Beta的 那我以前就很喜欢追逐Alpha 就是因为Beta不好 这三年如果我真的跟着市场买的话 我死了,我这三年完全是吃菊种 那所以呢,我就Event Driven Approach Bottom Up,由底而上去选股 但是现在呢,就是因为大市是由资金推动 那你怎么都要多一些Beta类的股份 那我自己的操作就真的将那些Alpha类的股份 就沽多一些 就是追求绝对回报的那些股份 轻微沽一点 那就买回一些Beta类的股份 那而跟市场的那个炒法呢 我之前那个Podcast都说得很清楚 就是回忆大家一些以前炒港股的Memory 通常都是不同的Sector来炒的 那譬如有一些Sector开心点 有些Sector是差点的 譬如现在耐人是差点的 原因就是因为你印银子降准减息 那你会将耐人它们的息差利润空间会收窄 所以耐人是会受压的 但是如果市场继续这样升的时候呢 到最后呢,耐人都会被炒一转 那现在可能是炒了那些内险 那还有内房 因为内房基本上是已经死到不死了 那现在就密极必反了 一有一些好消息就很敏感 那之后可能又会炒些什么 资源股,太阳能,药股,民生股等等 那些呢,就真的你要追着资金流 因为是可以乱炒的 因为如果跟Sector的话 那还有我自己呢 就跟Sector的那个功夫呢 坦白说我不是跟得那么好 所以我自己呢 就怎样都好 我一定是买一些呢 跟大市升相关的股份 譬如我会买券商股 我会买港交唆 就是你升也好,跌也好 但总之永远有一样东西 你是没办法抹杀的 一定是大成交 譬如现在夜期跌五百多点的 不要紧,去到第二天呢 可能夜期都可能真的 日头的期指都会跟跌的 不要紧,成交你现在呢 基本上每一天都四千多亿 那我想那四千多亿的成交 你最favor 升也好跌也好 你成交多的 一定是favor捐商 一定是favor三百八的 那所以这些我多少都有先拿 那就是市场上面的操作呢 我觉得可以说到这么多先 那还有就印银子呢 背后都有一些的经济理论呢 我觉得可以再说多些 那我们也可以从中去规探一下 现在中国的国策到底是怎么样呢 还有也都说一下环球股市的一些 就是基本的框架 分析框架等等 那就是,我觉得下一个podcast 可以再说多些了 今次想介绍在现在这个市况里面 挺有趣的两套股票策略给大家 第一套股票策略呢 就叫做Event Driven Approach 中文就叫做事件有道炒股方法 那如果大家对于港股美股 而加一个很艰难的市况呢 是有些不知所措 希望可以学多些东西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联络一下 90后投资经理阿燕 填一填那张google form 那张google form呢 也是放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 你可以找他联络一下 不需要经过我的 另一个呢就是TraderK的 AI炒股方法 那TraderK呢近年就研发了一套的AI炒股系统 这一套的系统呢 也是拿了科学员的奖项 也都尽注了在里面 或然之已经得到业界的认同 那这一套的方式呢 似乎在现在这个市况里面 可能都会有一些有趣的效果 可以带到给观众去了解和认知的 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种的炒股或者资产管理的方式 都有兴趣的话呢 也都可以填一填下的那张google form 去找一找TraderK 让它去和你分享多些它的股票心得 和这一套系统AI的技术 如何在现在这个市况 可以制敌先机和出其制成 那首先呢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 comment like share我们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呢是刚刚才开始营运 也都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最紧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一样东西是非常之紧要 那如果我平时喜欢看我的片 那也都多点去看多点去loop 最紧要就看完整条片 那我就无言感激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都有一个YouTube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礼拜呢都会有一个尊有环节 去解答大家的问题的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我们都是会解答的 你问我们100条 我们也是会解答回100条 所以是非常之划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都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就算在留言和caption那里 都可以见到这个pay me code 和pay me link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希望可以打上一下我们 还有也都可以有一个点唱环节 只要你在pay me打伤里面 包括一些你想讲的讯息在里面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借这个平台就宣扬开去 那这个是一个点唱服务 那我也都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那最近比较受欢迎呢 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利用52万的信用卡 就是免息分歧的财技 而且还可以有15万呢 习着不需要找的这种方式呢 去帮大家度过这个现金流的难关 那这个产品都非常之受欢迎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去在现在这个市况那里 知道怎样可以增加自己的现金流的话呢 也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 除此之外我的patreon也都有一系列的 国际关系的分析文章 经济金融资本市场的黑幕内幕 那也都是有很多的podcast 影片 和我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爆黑幕的特备专有环节 还有文章和ebook e-magicine 是给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的 那patreon之外呢 我也都有一个fortune ensign prime的订阅产品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金融上市公司方面的分析 或者财技上面的知识的话呢 就可以订阅我这个产品 也可以看到最近我的股票上面 或者加密货币上面 有些什么的部署了 还有我自己也都出了七本书 如果你对我七本书都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pn我 又或者去回我的一个卖书的网站那里 去多多支持 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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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队